台北藝術大學的劉希全教育長 桃花坊的潘敬美女士西亞室內音樂協會的陳達成先生 各位美女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要先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這場集診會 就像剛才大家的影片中所看到的 紐約中心有很盛大的慶祝 因為25年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25年前 中華國政府在洛克菲勒中心成立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 是政府在海外第一個設立的文化聚集 可見對於紐約在國際藝術上面 意味著這個重要性的重視 也顯示 政府對於推廣國化藝術在海外 協助外交的這樣的一個用心 當然有很多說 紐約是一個國際文化藝術之都 人文繪翠 每天的藝術活動不知何謹 但是國化中心從成立以來 從剛才的影片也看得見 他們所辦的活動 把台灣的優秀展演團隊 介紹到紐約這個大都會 介紹到美國 讓美國這個朋友 知道台灣有這麼豐富 這麼多元 這麼精彩的文化和藝術團體 這個是過去了數年來的 武漢女士的努力 我們也希望藉著這次的慶祝 能夠一起來回顧 一起來給他肯定 同時呢 我覺得對我們 駐紐約辦事處來講 我們也是很幸運的福氣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場地 並不是所有的駐外單位 都有文化中心的進駐 或者是有文化部的人員在裡頭工作 但是駐紐約辦事處的同仁 每天生活在這樣的一個 優美的環境裡頭 常常有機會 近距離來第一省的 來觀察 國內的優秀團隊到這兒來演出 真的是 我們覺得非常的幸福 我想 紐約中心25周年 這次 紐約中心背心 還拍了非常多精彩的慶祝活動 我們更高興的是 文化部的新任的楊次長 能夠親自到這兒來主持這個慶祝活動 同時我們也邀請到很多 台北來的藝術家來參加 一起奉獎盛舉 同時不只是台北來的團隊 也有Local這邊的 新亞藝術室內音樂協會 他們是代表在紐約這邊 台灣的優秀的音樂人才 一起來共同慶祝這場 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 我在此特別歡迎大家 也謝謝大家的光臨 希望大家明天下午 能夠也一起來看 特別KICKOFF的這麼一個重要的活動 謝謝